505大选之后啊 一些巫统领袖还有前前首相马哈迪呢 就一直不断的重复说 因为这个华人喊笑 结果国阵只有惨剩以49%的选票是为之中央政权呢 所以他们呢是对这个情况似乎是耿耿于怀啊 不过根据中国报的报道就说了 自己在505大选当中输了的巫统最高率是赛夫丁呢 今天则认为说国阵必须停止让华裔正式海啸的言论 不要再让这个课题呢继续发酵了 然后呢就应该深入的检讨如何挽回华裔的选票 赛夫丁是说每一届大选呢都有每个族群的选票流失的 比如说1999年呢国阵流失大量马来人选票 2008年流失了印译选票 而在刚刚结束的505全国大选中呢 国阵则是流失了大量的华裔选票 赛夫丁甚至是提醒啊国阵领导人 千万千万不要忘记 国阵在当年1999年流失马来选票的时候呢 是完全靠华裔选票才能够保住江山的 那这一次国阵因为大量的流失华人支持票嘛 加上一些城市还有半城乡选区 也大量的流失马来选票 因此呢就导致马华还有民众等等 国阵滑稽政党呢 在这一次大选当中是兵败如山倒的 那针对这样的情况呢 柔博州州大神默哈姆卡利就认为说 马华和民政这一次之所以会惨败 是因为奉行国阵的多元种族理念 而不获得华裔支持 所以呢不应该被怪罪 嗯这话怎么说呢 难道是说华人不支持多元种族理念吗 根据新州报道就说了 默哈姆卡利是解释了 各族群的成就不一样 所以需求也不同的 那么国阵强调的是 根据多元种族的这个差异呢 公平的克斯斯桑曼案 对待各族而不是均分克斯 克斯玛拉塔案 嗯那这个公平的对待 还有均分这两者的分别到底是在哪里呢 是不是说因为某个族群的人口比较多 所以呢可以获得相对高的国家资源分配呢 那这个嘛报道就没有说明了 报道呢只是演说了默哈姆卡利的看法就认为说 如果呢这个我国实施均分克斯玛拉塔案 那么情况呢就为何新加坡相似了 那么505大选之后呢 前所向马哈蒂他对国阵的产胜似乎是耿耿于怀的 他不断不断透过他个人部落格说话啦 而基本的调调就是 这次大选中显示华人的种族主义在滋涨 他甚至微言所听的指出 在505大选之后 举行国内外集会的时候 都是华人在示威 根据他说啦 绝大多数的这个出席者呢 都是身穿黑衣和戴上面具的华裔青年 所以呢马哈蒂就因此总结了 那这样的情况呢 更可以看得出我国的种族分化很严重 马哈蒂呢他还在前天呢 就在自己本身的部落格发表种族分化的撰文当中还提到说 如今啊马来西亚种族分化的问题 比过去任何的时候都来得显著的 那马哈蒂他老人家更表示说 505大选结果呢是证实了这个问题 继续在未来主宰我国政治这样的说法 认同这番言论的人有多少呢 没有人知道 但是民主行动党的资深民族兼 郑林山国会议员林吉祥 他就指出说了 马哈蒂这番言论是彻彻底底的种族主义言论 不过这种言论在我国已经越来越没有market 没有市场了 林吉祥呢他还奉劝马哈蒂 奉劝他老人家说 是时候啊学习成为马来西亚人啦 嗯那根据新周日报的报道 今天承担亚航班级A-Asia抵达萨巴亚币 并顺利通关之后呢 林吉祥在新闻发布会上 这针对马哈蒂指说505黑色大集会是 以华裔为主的言论回应说 事实上呢各种族都有参与黑色大集会的 那林吉祥就说 马哈蒂最近是不断不断的发表种族性 煽动性还要制造种族仇恨的言论 这样的行为呢已经成为大马多元种族社会的公敌了 他还说这是企图煽动种族互相仇视的行为 嗯看完了林吉祥对马哈蒂的言论的一番言论 我们暂时打住来看东方标题 慕尤丁说政府将特别照顾 强力支持国政族群 全委会选区划分 望阿末说不是依人说了算 新日本游客书邦在野警区够留室上吊 两骑士车祸送命 顿腿一落十公里外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自杀式救世或引爆日债危机 中美走近日本印度台湾紧张 是 但是呢在这个电子产品充斥的年代 看书的人是越来越少睡前看手机 或者是睡前看平板电脑的人呢 却是越来越多了 那有些人甚至为了贪方便睡觉之前呢 先把灯给关上 然后舒舒服服的躺在床上玩手机 玩得累了呢 就把手机完整的一放 直接就进入梦乡 那如果你有这样临睡前习惯的话呢 真的要留意接下来这则新闻了 因为根据最新的医学研究前是说 平板电脑或是手机荧幕这样子的光源 这上的显示器呢 其实都含有异常的高能蓝光 它会怎么办呢 它会伤害视网膜 尤其是会增加黄斑区病变病率 严重的话更加会失明的 这是因为睡前如果我们关了灯之后 才完智能手机的话呢 会导致黑暗里面的手机光源自射眼球 伤害到眼睛的黄斑区 黄斑区 使到眼睛酸痛没有办法对焦 或是看的东西呢 会出现黑影或是缺角等等 这个黄斑病变呢 是指示网络中央的黄斑区退化的 病人出击视力模糊 观看几乎的时候呢 线条就会出现扭曲的状况 那如果不求医 这个病情恶化的话呢 就会完全失明了 这种眼睛以前呢 多数在55岁之后才会发病的 是老年和高龄人士致盲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是呢这几年啊 这种病症却有年轻化的趋势了 台湾医的医院眼科主人就说 过去在每100名求诊者当中呢 20岁到40岁的青年求诊者呢 就有大约10人 但是最近呢 却大幅度的增加到35人了 他们都是因为长时间使用智能手机 而患上环斑病变的 那么医生是解释了 那么那个智能手机 那个smartphone 它的荧幕让度是对眼睛瞳孔的刺激呢 是等同于我们用手电筒啊 直射那个眼睛的 而且这张手机的荧幕那么小耶 所以我们一般上都是习惯了 要靠近那个荧幕关片 非常的消耗眼力 除此之外呢 在昏暗的光线下 我们用眼睛 就会造成了通口长时间的散道 阻塞了那个眼睛液体的循流 很容易就导致清光炎的发生了 嗯 那些有事以前观灯 看手机的朋友真的要多多留意了 好了我们欢迎看见 来一串娱乐快递 亲密合照交换电话 中立体狂变同于宴 酒店有时玉腻昏迷 张卫介母亲命在当心 中国好声音二态度傲慢 肖黄旗被惹毛聚赛 故意大家看个人演唱会 MC好道说 不来就像张卫妹一样胖 Robin Downey约满死眼 钢铁人 Ironman The Avengers扫眼枪 不拍了 好啦看过了娱乐快递之后 今天的新闻也跟你说完啦 明天同样时间同样频道 继续给你包包看 谢谢收看